繼續騎啊 一陣子 好啊 这间店面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漂亮 这里是哪里有人知道吗 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苗栗的卓兰 这间店面的话超级漂亮 所以我们特别挑在这里 来跟车友们来介绍这部车 至于今天的车主是谁 待会再来跟大家一一来介绍 我们先来介绍这家店 这是在苗栗卓兰的金国路 这里算台三线 在金国路的22号 那这边的话算是一个专业的底盘店家 在卓兰我相信应该没有装潢 或者是门面这么干净 这么亮丽的店面 所以如果有苗栗的乡亲 我们也很欢迎推荐到这里 换轮胎也好 换避震器也好 任何底盘的维修 甚至是四轮定位的机台 都是很高档的机台 待会的话可以跟大家一一来介绍 那今天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安装奥德赛 然后安装的版本 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原厂跟KT改装的避震器 好不好 OK好 外面很热 今天超热的 这里呢 都是一些改装到很特别的车款 像这个的话改装了大铝圈 然后有改装的气压式的避震器 很漂亮 那我们一样先来介绍原厂的避震器 再来介绍改装的 好不好 好 这个是奥德赛拆下的原厂避震器 这台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原厂的避震器 就不是走一个日系的系统 跟现在广告广告的很凶的 现代Tosan一样 都是Sachis的系统 这个避震器呢 都是欧系跟欧系的大厂 那这个是授权在韩国制造的 所以它的主力其实 以日系车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那今天的车主最主要的会改装的原因 待会我们介绍车主的时候 再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是后方的避震器 这是后面的弹簧 它的后方的悬吊系统不是多连感 后方的话是拖一臂的 所以后方的一个承受感觉的话 会稍微比较晃一点点 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这个的话它有一个logo Sachis的 这个是德系大厂 但是在韩国 受选在韩国制造的 所以它品质基本上来说还不错了 前面的话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的车高调整 甚至是在安装的时候 都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轮胎旅圈都还是维持原厂的 那再来就是KT的部分的 在避震器的话 这个是KT的避震器 前面的话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KT有附上座 不需要再拆原厂的上座来沿用 这是后方的弹簧 后方的配置是205长 8公斤的规格 调整机构是放在上方的 所以车高可以调整 软硬度的话也能调整 这个是前面的上座 调整阻尼的方式 是从上面这个地方来做旋钮 来做一个阻尼软硬的调整 好 这个是后面的桶身 它的长度并没有办法改变车高 如果经常看机体直播的话 大概就知道 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 车高的调整是靠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长度的调整 是在取决于它后弹簧的预载 好 大概今天避震器呢 原厂跟改双的介绍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我要隆重来欢迎一下 今天的车主 但是有人知道 这个一位大明星是哪一位吗 来 我们欢迎道远 心里好 大家好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你好 听说有人要跟我PK是吧 如果要来改双避震器的话 我可能有办法 我的确是我很丑 所以唱歌的话 我觉得就直接把它省略掉 经理好 不然观看的人数 可能会立刻转台才对 谢谢 唱歌不是经理的长箱 所以我们就不要PK唱歌了 我们今天的重点 是要来采访一下 道远呢 譬如说 怎么会认识KT的品牌 或者是会选择KT的品牌 可不可以跟我们粉丝团的车友 来说明一下 当初会认识到KT弊震器 是因为我们在社团当中 其实这台车有一些 应该说MPV通病 它会比较晃 然后比较像在开船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大家买了这台车之后 都会有想要改避震器的 一个心态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 这台车就算家庭车之一 那我们载老婆小孩 总是不喜欢说让小婆小孩 在坐在后座 然后很晕很晕很晕这样子 那所以当初在社团当中 就看到了KT这个品牌 对 然后而且第一点 其实我有去看过蛮多品牌的 那为什么我到时候会选择KT 原因是因为 Made in Taiwan 对 台湾No.1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 你要维修 或者是说你要后勤的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最主要你们台湾的话 是可以直接当下换的 那我有些朋友有去改避震器 那他们碰到问题就是说 你可能当下拆下来了 你可能寄回去日本 那日本之后还要去 他们要说看有没有保固 然后说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出保固 维修的时间会比较长 对维修时间大概都要两到三个月 那这当中其实又要再换回原厂的避震 非常的麻烦 那能够换到台湾的避震器的话 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维修时间就可以快很多了 然后最主要台湾 我觉得自己代工这样子 自己做的话 它的品质什么的更能够信任 了解 其实我们在台湾的话 DNC这个领域 其实还蛮竞争 那KT有一个优势就是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所以我常常在直播当中 有介绍车友就是 BNC是需要售后服务的 不论调整或者是日后的维修 在国产品牌上来说 都有一个既定的优势在 那今天的一个车款呢 是修理车 所以修理车就如同 刚刚道元所说的一样 后座的乘客 像我们最近有安装很多的 奥德赛也好 或者是Toyota RAV4的五代 这个都是销售的 非常非常好的修理车 那这些车款其实 就如同道元所说的 后方的家人或者乘客 常常都反映说 后座的乘客比较容易 会有阴车的状况 那其实改装BNC之后 就会改善掉蛮多 这样的类似的一个状况 对 没错 所以才会说当作赶快 人家信赶快把它改掉 好 谢谢道元选择 我们KT的品牌 谢谢 那在KT这个车款 奥德赛的车款里面其实 也还蛮受到车友来推崇 对 因为编辑真的很竞争 对 那道元也刚好看到 我们有 一样是同奥德赛的车友来分享 对 而且我最主要是 你们是专车专用 对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 不用说有些是要去专 还是怎么样子 对 还要再做修改 这是我很要求的之一 对 对 这个KT 大概车总 大概做了一千多种 厉害厉害厉害 那我们就谢谢道元 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你吗 对 有车友有问题吗 对 那我们就看这个道元有问题 OK OK 那其实就是说 因为像是 例如说我们改了避震之后 我会比较担心说 例如我们需要降很多的车身吗 那这块也会说影响 会不会影响说 其实应该说会不会 对 或者是说 它的降车身会不会更稳 还是说怎么样 其实我是一个 我们赤装里面 其实很多是爸爸 那我们不是说真的要改帅 我们其实很多的取向 都是舒适 对 对 我们都是以舒适方向改 那像是经理这块 会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我们这些新手改车 或者是爸爸改车 对 了解 这台车其实是修理车 所以一般会把它 要求到刚刚镜头 一开始有入镜的HRV 或者是其他的轿车 要降到很低的程度的话 其实不是说没有 但是比较是少数 那这台车有很多拿来当露营用车 所以我们也有遇过车友 他是要求不降车高 但是以车高的取决来说 在经理的专业上的建议 会大概比原厂 第一个大概两指幅左右 是比较适合的高度 因为太低的话 在有一些路面状况 就不是很方便 那如果维持原厂的车高的话 像是我们在路上 有时候看到一些超跑 都非常的低矮 那重心比较低 当然它过弯时候的重心 相对就比较稳一点点 所以车高的话会建议略降一点 那奥德赛其实有一个好处 如果降车高的时候 后方是不需要再多花 非用改装后面的阳角调整器 所以也比较 花费的话就比较省一点 那我再代替车友做一些试问好了 我相信我们车友会蛮多 就是想要解答的 例如说像我们这样 已经改完避震器了 那经理还会建议再上一些拉杆 或者是说一些 强化车身刚性的一些 作用的东西 其实拉杆 它还有防清杆之类的 这些的底盘改装品 它在改装的时候的一个 感觉的敏感度 不像是避震器 或者是说我们升级 比较大尺寸的铝圈规格 还要来的明显 拉杆的话 它算是一个辅助的改装品 那顺序的话 经理会这么建议 我们从地面上 最接近地面的东西 开始来改起 比如说轮胎 那甚至是刹车 再来是避震器 那如果这些东西基础的改装 还不够的时候 再来升级拉杆 或者是防清杆 这些的改装品 所以拉杆跟防清杆 本来是最后一道 对 经理会这么建议 因为也许有可能 你改了避震器之后 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符合你想要的感觉 那再来的花费的话 其实就可以先省下来 了解了 谢谢经理 对 那车友们 有没有什么疑问在线上 听我唱歌 不行不行 这个还是不行 好了 那今天真的很谢谢 谢谢你们 专程从南头过来 到这里也有一段距离 我们一早开始就开始来拍摄这个影片 那经理 再来就继续来介绍一下道远的车子 OK没问题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避震器安装到车上之后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来介绍后面好了 后面的话它算是一个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一个系统 统针的话它是有一个斜度的 在避震器的话旁边弹簧的部分 上面的话它有一个调整机构 这个调整机构就是在调整后方的车高 但今天道远也没有要这样的特别低 没有要这样的特别低 所以我们维持一个基本的高度 但会比原厂还要略低一点点 那稳定度跟视觉的感觉 都会维持一个还蛮不错的平衡感 但是这一个后方的桶身 它是可以调整软硬度的 桶身的软硬度的话是在行李箱里面 而且这一台车跟FIT的二代 或者是我们经常有介绍过的TIDA 它调整的方式一样 是在行李箱里面就有一个位置来做调整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能来做调整 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旋钮 可以从这个旋钮来做软硬度的调整 调整的方式往顺时针的话就变硬 往逆时针的就是变软 所以调整的重点 左边跟右边就一定要一致 所以这里有一个室盖 这个室盖打开 不需要再拆内坦 这个室盖打开就能够做调整 有问题 多少钱 道路版的话以这台车 这台车是日系车的话 我们完工价是两万六千块 那如果是欧系车的话是两万九千块 有一些车总是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比较特别的话 再请车友们私讯我们的小编 我们来介绍前面 前面的话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那这台车是休旅车 所以前面的弹簧 KT也用了不少的心思 像前面的弹簧 我们并不是配直卷弹簧 我们配了一个大圈径的弹簧 让它的舒适度能够更好一点点 前面的话理载算的部分是需要更换的 它有一个理载算 KT的话就有附了 它需要换短一点点 那这里的话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应线的这些固定点 都是像道远所说的一样 这个都是专车专用的规格 这些的规格都是for奥德赛 这个算是日规的奥德赛 像美规的奥德赛 它的底盘就不太一样 这一台是日规的 它的结构设计 我们就做这一台车所专用的规格 那这条弹簧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大圈径的弹簧 所以它的舒适度会比较好 弹簧的规格是200长 7公斤 7公斤指的力道就是 假设这一台车 我们下压了7公斤的力道 它就会短了1mm左右 所以它的公斤数就是7公斤 那7公斤对于这一台2.4的引擎来说的前面 算是一个能在舒适跟操控当中 取到一个蛮不错的平衡点 这个是7公斤的 在阻尼的旋钮部分的话是在鱼刷 鱼刷档板下方这里有一个室盖 从这个室盖这个地方 就能够做软硬的调整度 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室盖拆开 可是在调整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维修盖 这里有一个维修盖 我们把这个维修盖打开之后 就能够做软硬度的调整 再补灯 从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KT的旋钮 从这个KT的旋钮 就能够调整软硬度 车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大概以上是今天避震器的介绍 再来的改装顺序 如果车友们也还有兴趣要对这台车要做改装的话 再来可能会像轮胎还有旅圈 像这个原厂是17寸 2155 17的规格 如果是改装到18寸的话 就会改装成225 45 18的规格 那改装的话其实有很多车友 会对这个改装升级旅圈的规格会比较不了解 我们一般改装较大的旅圈有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整体的外境 它是尽量不要偏离原厂太多 因为偏离原厂太多的话 它的时数表就会比较不准 甚至是它的变大之后 它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干涉 所以如果要升级到18寸的规格 是225 45 18是一个建议的规格 那如果升级到18寸之后 再来的顺序再来改装刹车的话 就会比较顺序会比较正确一点点 因为如果先改装刹车的话 配的是17寸的 那之后觉得升级18寸之后 再来觉得旅圈的 那个刹车的规格是太小的 就还要再多化一次费用 所以建议的顺序 是我们先改装旅圈跟轮胎 再来的步骤才是刹车 有问题吗 改良橡皮盖 那应该车友询问的问题是因为 它的前挡玻璃下方就是上座了 所以有很多的车友会反映 它的上座容易会有生锈的状况 所以车友的问题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我猜测 因为没有说的很明显 但改良三个的话倒是不用 因为它这个轴层是一个还蛮 转向还蛮轻的轴层 所以上座的话 只要我们大概在每个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或者是有洗车的时候 我们把试盖把它打开 在这个轴心的上部 我们涂附一些高状的黄油 让它能够做防锈 这样子就可以了 倒是不用再做一个专用的试盖了 他车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刚好是开澳德赛的话 没有 林导演 来来来 因为我们两个体格 你站起来看就更瘦 这是大家喜欢跟我拍照的原因之一 我们刚刚的经销商跟经理 刚刚还没有机会跟道远同进 所以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道远的 没有了 好 那今天也谢谢道远 谢谢道远专程过来 跟我们一起拍摄这样的影片 很开心 如果使用产品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帮我们推荐给奥德赛的车友 一定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